现在天气凉了 不却味毒大增 非常的简单快捷 吃而全加人和 首先我们将苹果 用盐给它搓洗一下 加入水 给它冲洗干净 准备保红枣 加入面粉 给它抓洗干净 面粉的吸附性很强 能吸掉里面的灰尘杂质 用面粉吸过的红枣 油管的光亮 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来 洗干净的苹果 我们给它切成厚一点的皮 洗澡之后 我们给它耗着干净的根菇中 然后加入洗干净的苹果 加入激素 苹果化成酸一点酸 我们加入一块老冰糖 给它调一下口味 老冰糖的话 麻烦比较低 再扣装盖子 给它烧开 然后我们再加入洗干净的口气 给它搅拌一下 扣装盖子 我们的节纸管都做完了 用它做传营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我们如果喜欢吃软了一点的话 可以多给它煮个三到五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火关掉 剪回计划 从今天就开始 这是一块吃的全都能够的汤根 不时的话应该走给家了 可以去吃花油 还可以培动养盐 好了喝了 可以年轻两岁 今天买个两个菱萝 我用它来做极简单又营养的玉米汁 首先我们将玉米丝看鸡 再取出玉米粒 取得特别的干净 我们将不好的玉米粒 包括获饼基础 接下来的小技巧 加入一勺米饭 能使杂粉的玉米汁更加的香甜 我们再加入一千毫星的顺 跟自己喜欢的甜度 加入适量的冰糖 扣上盖子 按玉米汁模式 珍珠的同时也在破壁 玉米汁炸好了 整个厨房都是玉米汁的香油 我们再放了一杯纯牛奶 加了牛奶 玉米汁更加的营养丰富 用它做早餐 当茶饮 都是特别的美味 每一口都是玉米的清香 非常的细腻香甜 超级好喝 喜欢你也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菜分享 早晚见 天天相见 今天买了两个雪梨 秋季比较干燥 很容易上火 今天我们就炖一个 润费纸盒的川贝雪梨汤 首先我们加点盐 给它搓一搓 搓掉水里表皮上面的 灰尘杂质和荣药残料 然后加水 让它清洗干净 入调后 人的免疫力容易下降 多炖点这样的汤 给家人喝 可以起到预防作用 我们将涤盖切下来 再将涤盒取出来 放置香脂冷卧的话 就可以了 全部泡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碗中 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干白河 我们用水给它清洗干净 百合也有清洗安神的作用 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装入水里中 加点盒 可以清干净 再来点老冰糖 再准备点在药店买的川贝粉 这样时刻的效果会更好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 扣上盖子 给它喝水蒸一小时 我们的地球真好 真的一个小时 真好喝水 是这个样子 下一岁的小宝宝 老人家都可以吃 非常的软烂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好了 我们接下来开始咯